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身花冬中堵间获得国际曼城认证的凤林 地里位置总共有120平方公里 在绿巨时代便有林业相关的开发 是花莲最早发展的乡镇之一 这里的族群更包含了客家人与原住民族 以此包容让各式的传统得以保留下来 和文化商的互相融合更造成了 今天里如此精彩的公里样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曼城凤林不妨随意漫步镇上 充分体验这里的悠悠自在 阳光穿过绿印洒落身上 是绿色隧道独特的氛围 而日志时期的古迹林田神社 细心保留了部分原始建筑 甲子岁月也未能抹平围栏上 捐赠者的名字 不难想象这是当时小镇的信仰中心 街上橙系麻花卷古早味的店面 同位无人商店却不用高科技 这的小点心卖得尽是小镇的淳朴与人情味 如果和家前来水面巧工的照光休闲农场 小朋友以奶瓶喂食小牛了解生态 并亲近园内猪多可爱动物 是心子共有的博尔选择 凤林有近四分之一的原住民人口 每年夏季的蜂蜓竞活动 可以看到剥落的勇士们迎接头目 并感谢天地丰收的重要祭奠 近三的体验曼城生活以外 花生是蜂蜓特色的农产之一 千万别错过了一年一度的花生节 体验花生采收与剥花生等趣味竞赛 当兵的时候用饭里面是这个辣椒最下饭 找蜂蜓本地的农民去去做 他们做的安心 我的品质来源我也安心 手工剥皮去籽腌制而成的剥皮辣椒 不仅重现了当兵时的美味 更获得了花莲百大伴手里的金子奖肯定 是凤林不容错过的伴手 肚子饿了这里的特色小吃也非常精彩 别错过了阿嬷以自家栽种新鲜爱草 与在地米粮制作的客家美食 茶阿贵以及板重 中午时分在近百年屋林的古厕 体验无菜单客家私房菜 经营饱满的在地米饭 半路酱香 加上剔透的制制猪油 来此首课莫不要求老板 再可以慢慢做 这饭可得先上 Oreal奶席绿豆牛奶比较 我一个人吃两杯 后面人好幸福哦 漫长的美名一席许多游客慕名前来 也带动了旅游产业发展 我选择在这里的特色民宿住上一晚 并亲身体验北林社区的白鬼夜行活动 以民间信仰与在地烟楼为背景 您可以尽情装神弄鬼假鬼假怪的装扮自己 晚上着备有白鬼宴大旦地方美食 也欣赏舞台上各式表演 我想不仅是趣味活动 也吸引了年轻人回流可恶地方的发展 深入风铃这才发现 卖下的是琐事残傲的心 浪昌出了忙碌的女人平反思 开始体验这里招之卖愉快 传统与现代的美妙旅程 一如当地人所说的 火炎道顶红碑 凤铃的故事如此精彩 未完待续 火炎道顶红碑 开两三三五五三三三的股票 这个袴子不弄 阿豫 我不是故意 你把小朋友嚇哭了 但代表半年成功